逐渐的接近台湾的东部海面 延兰外海阵风可能会达到7级 因此最新消息 延兰赏金船从9月1号开始要暂停营业三天 另外受到台风外围滑流影响 明天开始台东往绿岛的航班也会取消 大家在出发之前最好要仔细先确认一下 清楚航班的讯息 这是我们收到最新消息 今年最强台湾